大家好 我是植被大叔林一峰 今天我們要來介紹一個 我之前沒有介紹過的酒場 不過呢 如果你有追蹤我的臉書 你就發現我曾經啊 打開一支威士忌 驚為天人的美好 其實就是今天這支 百樂門的12年 圓筒強度的台灣限定版 哇 我那時候是非常的驚豔 這家酒廠 為什麼我們之前沒有介紹 第一個這家酒廠實在太小了 而且呢 代理商呢 拿到之後 其實不需要太多的推廣 行家都把它買光了 我先說這個酒廠的歷史好了 百樂門這個酒廠呢 是在1898年的時候 所創立的 不過呢 你知道在80年代 整個蘇格蘭景氣 非常差的狀況之下 他們在1983年 整個就關場了 過了10年之後 在1993年的時候 重新被一位買家買起來了 那一位買家呢 不曉得各位有沒有聽過 Golden McPhil 獨立裝瓶商當中的 No.1號稱 然後他們是最有規模的 最懂威士忌的裝瓶商 然後他們也是這個收藏最豐富的裝瓶商 Golden McPhil公司呢 在1993年就把它買下來了 而且這家Golden McPhil已經從事裝瓶的事業 已經超過了百年了 請問他知不知道哪一家酒廠厲害 他知道什麼才叫真正好的蘇格蘭威士忌 非常了解 所以啊 他們一心想要擁有自己的酒廠 做出呢 自己心目中的夢幻藝品 所以他買了百樂門這家酒廠 他在1993年買下來 直到1998年 花了5年的時間整備 才重新開始讓他副廠 並且開始生產 屬於他們心目中完美的威士忌 而且那是1998年的副廠 還請了查爾斯王子來減產 你就知道他們對這個東西有多慎重了 以及Golden McPhil家族有多厲害 1998年開始生產的百樂門 他們到底有什麼樣的設定 可以讓Golden McPhil的家族認為 這是他們心目中的夢幻藝品 他們總共有四個最重要的設定 第一個 他們堅持啊 他們所買的所有的麥芽 都在 蘇格蘭當地生產 你知道其實啊 現在蘇格蘭威士忌產業 大部分的麥芽 都是跟其他地方買的 可能跟英格蘭啊 澳洲啦 甚至其他的國家 為什麼要在蘇格蘭當地購買麥芽呢 因為蘇格蘭的水環境都很乾淨之外 他們還可以用蘇格蘭在地的 泥煤炭來進行尋考 蘇格蘭的威士忌 其實不只是愛雷島 或其他海島區 其實過去最古老的 最頂尖的蘇格蘭威士忌 每一個威士忌都有 泥煤炭味或多或少 而這樣的美好的傳統 有些可能流於市場的考量 因此他們就消失了 這個屬於蘇格蘭固有 應當的美好的泥煤炭味 百樂門 它是每一支酒都擁有 所謂的在地中度的泥煤炭味 我先說 這個泥煤炭味可不是愛雷島那種 消毒水蒸入丸 它是那種淡淡的煙燻味 因為他們用高地泥煤炭熏出來 那優雅的那種煙燻感 讓這個整個酒高級感很多 這是第一個 他們堅持重新赴場之後的 百樂門一定要這麼做 第二個 他們開始從他們的發酵製成下手 他們仍然延續著 古老的木製發酵潮進行長發酵 看過林老師以前的影片就知道 木製發酵潮 那潮裡面的縫隙 可以藏更多的乳酸菌 在發酵的時候可以進入第二次發酵 發酵出更多的果香味 腸發酵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木製發酵潮加上腸發酵 製作出更多的果香味 其實越來越多的酒廠只使用 單一一種的酵母菌 而這家酒廠使用兩種不同的酵母菌 雖然他沒有告訴我 他使用什麼樣的酵母菌 不過我可以想像的 他一定是使用上層氣味的 Bear East 以及增加酒精度的 Distirium East 兩種酵母菌的共同使用 會讓酒廠所生產的原酒 Body更厚實 香氣更高昂 這就是他的第二道堅持 第三道堅持 各位知道 麥卡倫最強的地方在哪裡 他擁有極端小的蒸餾器 大概4000多公升 大家知道這支百樂門的蒸餾器有多小嗎 他的蒸餾器非常的小 他的載六機只有5000公升 幾乎等於整個 4倍區數一數二的小蒸餾廠 而且整家酒廠只有一對 兩指蒸餾器 你就知道它產量非常的小 所以他們是非常專注的 馬美一桶V世紀做好的小型酒廠 所以不小心沒有推廣到你的手上 他會被喝光了 也不能怪他 因為他產量實在太小了 第四個堅持 因為Golden McPhil是一家擁有 全蘇格蘭每一家酒廠的裝瓶廠 所以他們知道什麼叫做好威士忌 他們心目中的好威士忌 項目桶一定要用最強大的項目桶 他們的酒標上面就會寫的 Exclusivity First Fuel Cask Matured 就是他告訴你說 這所有的酒液只用 首次裝填的項目桶收成 不管是波本桶 不管是雪莉桶 他只用首次裝填的項目桶來收成 所以換言之你看 今天我們看到的每一支酒 不管是從2009年的年份酒 以及10年的酒 12年的酒 15年的酒到21年的酒 它上面都會標示著 它是自然酒色 換言之你看到如此深邃的顏色 都不是添加焦糖色去挑出來的 因為他們只使用 First Fuel首次裝填的項目桶 哎呀講一講 應該到了喝酒時間了 我們今天呢準備了2009年 2009年這支是2020年裝瓶的 上面寫的是它的第四個batch 像這支酒雖然是91年很明顯的 它是針對老饕所發行的 量非常少 它量大概多少它都會寫在上面 它告訴你說這個批次呢 它總共只使用了29桶去調配出來的 稍微推算一下大概就知道了 這10年呢是它的基本款 12年呢不是基本款 12年是台灣限定版 哇 如果呢喜歡高年份更醇厚的氣味 你肯定要試試15年 如果呢對於長時間熟成之後 脂化純化的美好味道 非常要求 你一定要試試看百樂門的21年 來試試這個百樂門15年 跟這支12年的台灣限定版 我們先來喝喝看這個15年 其實啊 我很喜歡這個百樂門 它在酒標上就把所有的資訊 完整的告訴我們 這支15年呢 它其實很清楚的描述 包括它的創廠日期啦 蒸餾廠廠長的簽名 只用首次裝填的橡木桶來熟成啦 以及呢 他們的酒廠的堅持是什麼 他們非常堅持手工這件事情 瓶子旁邊有一段非常感人的文字啊 一般來說我們就說 蘇格蘭威士忌是用三種原料來做出來的 他說呢 他們呢有四種原料來做出來 一個是巴黎大麥 一個是水 一個是酵母菌 第四個是people 是人手工來做 他們就是這樣堅持用手工推筒啊 手工的裝品的方式 對他們來說 人也是他們很重要的一環 我們來試試看這支15年 哇很香耶 所以你知道啊 從這個一路的麥芽 發酵蒸餾到橡木桶幾乎所有的細節 百樂門這家酒廠都非常的在意 而且以小量的生產 所以如果你有機會看到這個百樂門 你一定要試試看 這是屬於那種小眾的老饕心目中了 偷偷不要跟人家講的 自己慢慢喝的好東西 沒有錯 百樂門就是有傳統的蘇格蘭 該有的淡淡的煙燻味 像這種煙燻味 其實就是會產生一種高級感 它就是用在地的麥芽 有泥梅煙燻過的麥芽來製作出來的 還有因為首次裝填的波本筒 以及首次裝填的雪莉筒 它的味道非常的飽滿 從香氣就直接而飽滿 哇 喜歡重口味的 喜歡飽滿風味的 一定會喜歡這支酒 哇 豐富 其實這個我猜 它應該是有雪莉筒 也有波本筒的混合 所以它味道非常的豐富跟迷人 不是單一雪莉筒的風味 也不是單一波本筒的風味 接下來我們試試看這支 台灣限定版 這支台灣限定版呢 跟剛剛那支2009年一樣都是圓桶強度 這酒精濃度是57.8 很清楚的 它就是給老饕來使用的 它也非常負責任告訴你說 它總共呢只用了19顆橡木桶 來調配這支12年的限定版 換言之你算一下 嗯我猜這支酒大概全球也只有四五千瓶的小量而已 來喝喝看這支 12年的台灣限定版 嗯 以香氣來說剛剛15年比較香 多熟成了三年那個香氣其實更旺盛的 這是12年比較偏更多的像波本筒的清香調 那種雪莉筒生成的果乾味就比較少一些了 哇 口感非常的強烈飽滿 我之前試過百樂門的老酒 因為其實我也說他那些老酒啊 非常老的酒 一樣都有共同的特徵 就是非常的full body 飽滿的風味跟特徵 其實什麼飽滿的酒啊 除了純喝之外 有一種喝法呢其實也不爛 就是可以嘗試的加冰塊 哇你看這個 哇剛好可以進入這個杯口裡面 我把剛剛這12年呢放進來 還挺美的啊挺美的來喝一口看看 嗯 嗯 欸 這12年了加了冰塊之後不只變甜了 雪莉筒的風味就站出來變成整個完全不同的一支酒 欸 挺酷的 嗯 加了冰塊之後啊 原本高酒精濃度相對的刺激感 就整個變弱 但是整個飽滿的味韻跟口感都還在 欸 其實我也還蠻建議 百樂門因為它有良好的煙燻味 飽滿的口感 強健的酒體 所以我覺得加冰塊也很適合喝百樂門呢 如果呢你是一個喜歡尋找一些小眾的酒廠啊 然後並且在其中找到那些獨一無二的風味 像百樂門這種擁有Golden Moffield家族在追求完美稱六極致的這種 特殊的小眾的威士忌 很可能是你在搜尋過程找到的美好的小確幸呢